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EveryBubble失踪事件 2005年1月23号凌晨4点左右 李某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哭声 就往窗外看了一下 在路边停着的车旁 伤心哭泣的人 是跟李某住在同一层楼 隔壁套房的23岁乘那里 在街上哭了一阵子的乘那里 在朋友们的缠服下 回到套房的时间是凌晨4点30分左右 警方表示 住在隔壁的李某听到了走楼梯的声音 开门进去的声音 打招呼的声音 因为邱那里说不想回家喝了很多酒 所以朋友就扶着她将她送回了家 而在家里与邱那里同居的男朋友金某 正在光着身体睡觉 朋友因为觉得不好意思 就急忙从邱那里家出来了 然后过了十多分钟 与邱那里住在同一层的邻居们 在两个小时内持续听到了 骂人吵架的声音 打耳光的声音 还有咚咚咚的撞墙声 甚至也有邻居担心会不会出大事 而考虑要不要拨打112报警 所以邻居们听到的争吵声 到底是什么呢 而从那天开始 邱那里的手机就关机了 也没有上班 担心邱那里的朋友 马上就去了她的偷房 而在这个时候 才从邻居那里听到了 关于那天凌晨不寻常的吵架声 金某非常执着 经常打电话给她 不喜欢她出去喝酒 有时候还会动手打脸 在邱那里消失的第五天 警方就断定 这是一起没发现尸体的杀人事件 在我们看来是百分之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没有任何生活反应 当时也是 现在也是 一开始警方将同居男友金某 指定为唯一的嫌疑人 我们其实想的太简单了 刚开始认为可能就是个突发事件 以为带过来他就会马上承认 但是同居男友金某却主张 自己在凌晨2点40分左右就回到家了 但因为喝醉了就马上睡着了 等睡醒后发现 邱那里不在家 只是浴室里有呕吐的痕迹 但是警方在搜查邱那里家的时候 发现了很不自然的地方 首先是男女两个人 都是凌晨喝醉酒回到家的 但是房间内却整理得非常干净 甚至连浴室洗漱台 马桶排水沟也是非常干净 仿佛是打扫过一样 而最奇怪的就是在衣柜里发现的棉被 警方表示 我把手放进衣柜里摸了一下被子 被子洗完后干透的话不是很干爽吗 这被子明显有被洗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仇视 根据科学调查组的记录 在床上的被子跟房门玻璃上 分别发现了至今一毫米左右的 邱那里的血迹 而在同居男友金某的血迹 也是查出了邱那里跟金某的混合血迹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邱那里失踪当天 同居男友金某的行踪 当天与其他朋友们一起喝酒的金某 在凌晨两点左右 给邱那里打了两次电话 而在通话之后 金某看起来非常生气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在两点四十分 金某连招呼都没有向朋友们打 就回家了 他睡得很舍 收到连邱那里的哭声都没有听到 直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 然后发现邱那里不在 认为他是在外过夜 就决定整理彼此的关系 下午四点左右离开了那里 然后当天下午六点 与朋友们见面 去八公山斗风了 金某突然给朋友打电话 说要去八公山斗风 在我们看来 只能说是他想要制造 不在场证明而已 同居男友金某的朋友表示 他凌晨六点还是七点就来电话了 说很郁闷 一起去斗风吧 是凌晨吗 那些内容都跟警察说了 金某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时候 明明主张是睡到上午十一点才醒 下午三点才给朋友打电话去了八公山 但是如果金某朋友 真的是在凌晨六七点接到电话的话 金某主张的睡到十一点 等于是在说谎了 因为金某与朋友的陈述不符 所以警方决定给金某进行测谎仪检测 但是金某在测谎仪检测几天前 突然去了中国 2005年4月13号去了中国的金某 在5年后的2010年3月回国 聘请了律师并主动到调查机关接受了调查 嫌疑人好像准备得很彻底 在中国的5年也攒了不少钱 应该也咨询了律师 所以非常自信的过来 堂堂真正的面对了调查 当时检方以杀人嫌疑起诉了金某 在一审法官认定了偶然伤害致死 但是在二审法官却认为 邻居们听到的凌晨吵架声 无法断定是从乔纳里的房间传出来的 无论金某的心中有多可疑 都与乔纳里的死亡没有直接关系 而发现的血迹从杀人证据来看是少量的 因此判定金某无罪 2013年大法院也最终判了金某无罪 说有尸体才能重新调查 所以说这案件就这么结束了 所以同居男友金某 真的跟乔纳里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吗 我们来听一下金某本人的意见 拜托你们如果找到她的话 请联络我一下 我想见她一面骂她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年轻不懂事的时候交往了一两个月 就因为这个理由被牵扯进去 警方反复的要我来回 所以我不想再想起那件事了 请回去吧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看起来金某是非常的生气 而很多专家们表示 这个案件一开始的调查就有点问题 棉被洗完后 在还没有干透的状态下放柜子里包管 这一点不是脱离了一般城市吗 虽然有很多疑点 但现在已经找不到血迹了 也不能完全排除 犯案地点是在外部的可能性 所以一开始就有调查失败者的行踪就好了 这真的有点可惜 为了能找到新的线索 SBS电台在节目公开请求市民们 能够提供线索 然后见到了一位举报人 我在2005年左右 捡到了一个LV包包 是在一个套房公寓入口前面 我捡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虽然有使用过的痕迹 但是太新了 里面有可以确认身份的东西吗 完全没有 举报人虹某表示 14年前凌晨6点左右回家的时候 在公寓玄关门口发现了LV包包 这地方是距离城那里失踪的套房 只有600米不到的地方 虹某说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去 因为警方在调查中得知 当天城那里是带着LV包包出门的 但是并没有确认到是哪一个款式 那会不会是有人不想要了 丢了这个包包呢 有人会因为厌倦而把这款包扔在路边吗 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包包是限量款 所以特别贵 绝对不是因为厌倦了就可以扔掉的产品 如果不是遇到了不可避免的情况的话 在那个位置发现包包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如果这包包确定是城那里的 那很有可能是在遗弃尸体的过程中扔掉的 如果能找出DNA的话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证据 而在2020年 大丘警方未解案件专案调查组 以举报人提供的LV包包为线索 决定再次调查找哪里的事件了 在警方的立场上 凶手还没有被抓到 现在出现了可以成为线索的包包 所以就想以此为基础展开新的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起同居的女友失踪了 也能做出那种态度 就表示她自己是凶手 对于受害者失踪一点都不遗憾 也不好奇 只是想逃避自己被怀疑的那个情况 真正清白的人不会这样的 持续两个小时听到女生的尖叫声跟哭声 邻居们也没有报警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震惊 能让嫌疑人出国也真是让人傻眼 执着男不再执着的话 就表示执着的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对于今天这个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